人对于靠纽带变成徽章第一名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 感想 挺惭愧的吧 我真的难以置信 上一轮既存在这里徽章最多的 竟然是李文汉同学 是吗 你看我刚才说了吧 还得我哥 李文汉同学 42M没徽章 谢谢班主任 今天浒海房间 每人你花28个徽章 拍到了最爱的房间 可以注意一次 你觉得合适呢 我觉得还行 因为我不管拍哪儿 我觉得他俩都会跟过来 在那个房间 我们三个就绑定了 我如果把那个大的房间给让出去 我拍小的房间的话 我觉得我们三个睡不下 你现在能不能回忆起来 你觉得你是有学习到 你比较有用的小知识可以分享给我们 学到了怎么去 就是更合理的用那个空间 然后还可以把东西藏在鞋子里面 然后还可以把东西藏在书包里面 还可以把东西 就是带帽子的衣服 可以就是塞到帽子里去 有帽子 可以啊 完美完美 这个包里不得放点东西吗 对吧 我发现文汉你别的家伙不行 可以啊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今天行李箱公众那一趴你们赢了 你是怎么做到那么精准的 就估计出那个重量的质 纯凭运气了 就当时我们第一趴有点没估准嘛 然后第一趴那个5.0属实有点厉害了 然后我们就保守估计吧 因为我肯定不想超过嘛 超过就什么成绩都不算了嘛 然后我们保守一点就往轻了算 平时出去我也我也会颠一下 那个有多重 然后我也经常那个举那个哑铃 哑铃嘛 也我大概也知道 就是重量在哪 今天那么多趴游戏 你个人觉得哪一趴最有趣 哦 我觉得行李箱公众是最有趣 最有意思的 今天 目前为止 很有运气的成分 很刺激 所以我会参与一下 鼻子